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虎妈女神遇上杨霸歌王 两人之间会擦出什么火花呢 各位晚安 在今天我的客厅要约会谁呢 我想这个人在 我要问一下阿咪老师了 新邦大道二零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 第一届的时候相当轰动 对不对 有一个踢管的 踢杨宗伟 他应该叫做 绰号叫黑魔王 黑魔王 十年了 黑魔王就这样一踢成名 而且他当时出来的造型 就是有点像那个bon jovi 是不是 而且黑 就像一批黑 又黑又瘦 然后头发 对不对 重点还不是造型 那个声音出来是在后面就 前面的人眼睛为之一亮 为之一亮 对 他就是肖敬腾 十年了 他不但得了很多的金曲奖 唱片卖得很好 演出从来没停过 甚至在大陆有很多的节目 都一定要他去 最近他在湖南台的歌手当中 带了他的狮子和唱团 十年 这十年他觉得辛苦吗 这十年对他自己有什么样改变呢 我们来听听他自己说肖敬腾 嗨 你好 你好 头发是回归原来的颜色 来 你十年还是这么瘦 没有 我变胖了 我现在已经 快六十了 真的 我出道的时候 李老师 我出道的时候是49 他现在 49 对 那时候很瘦 那时候其实都很帅 只是现在多有一份成熟 但是那时候是野 我觉得那个时候是野 野 对不对 那个bon jovi那种rock 对 rock 老师说你一出来唱的时候 大家的眼睛都为之一亮 谢谢 还记得那个时候吗 记得 49公斤的肖敬腾 很瘦 只是记得很瘦吗 没有 那时候就 就很喜欢摇滚 然后 然后第一次上电视 然后这么多人看到你 嗯 然后呢 好 其实夏敬腾是有阶段性的 那个时候很会唱很会唱 后来大家发现他就是有 语言障碍 他语言障碍 就是 人家说你很少讲话 就 怕声嘛 因为那时候刚入行 踢管就踢到 踢 把自己踢红了就对了 没有也不是这样 就是反正很突然 然后也不习惯这个行业啊 这样子 对 那个时候我觉得 第一次访问他我累坏了 因为他 因为他 不会啦 我会 我会 请坐 请坐 我第一次 访问他的时候他就 嗯 嗯 然后 你需要坐那么远吗 没有 因为我跟待会儿 那个来宾已经讲好 他要坐这边 对 还是我先 我先 对 我先过 他一开始有语言障碍 后来我才知道他根本有学习障碍 我根本就是个白痴嘛 没有 但是我发现 其实 你字也写得很漂亮 我很爱写字 你很爱写字 对 我可能上课的时候 就没有特别认真学 但是我很喜欢日写 然后我 我会希望自己写得很漂亮 或者是画画画得好 今天过年我还收到他写的春脸 希望你喜欢 你知道我有两个人送我春脸 是自己写的 一个是你 另外一个是张大春 交换一下 交换一下 好 这是很厉害 其实 肖静腾这十年 我想他 从陌生到熟悉 到自己做自己的音乐 做自己的表演 做自己的表演 一直到他的狮子和唱团 对 现在刚成立一个新的乐团 狮子 累吗 累吗 麻烦吗 应该的 应该的 就好像 我刚入行的时候 我必须学习很多东西 很多 从不适应到 你必须要会有一些很上手 然后很容易 能够跟任何人去对谈交流 等等的 就很自然的可以去分享你 深圳内心的东西 我觉得这很重要 这比较重要 其实我觉得 在十年的这个歌坛 你现在开始组成狮子合唱团 我觉得 第一很有勇气 谢谢 第二我觉得 其实一个艺人 在各种的表演 对不对 包括你演戏啊 哇 帅 照片突然 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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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这几个人是怎么来的呢 有两个 我那个照片中 右手边两个是我 合作大概六七年的 蓝头发 长头发 对 六七年的乐手 乐手 就是说每次你来表演 其实他们都有来 对对对对 另外一个呢 是鼓手 大嘴鼓手 对 我的左边 那个叫阿举 是鼓手 然后蓝头发是小强 最右边那个是力Q 中间戴帽子那个是帅头 帅头 好 由自己的这个合唱团 你觉得跟你自己演唱 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 最大的不同就是 其实你要管到别人 其实是我们四个人 有一致的方向跟目标 然后共同去达成同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很重要 而且 而且四个人在一起 每天聚在一起 然后做一张专辑也好 做一个演唱会 就算是一首歌的演出 可是它是四个人 相处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 的那种情感 而不是一个 你请了一个乐手 请它从谱上面弹奏 一个五分钟的歌 跟我们认识好几年 去弹奏 一首五分钟的歌 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其实 这跟你打篮球一样 你很喜欢团队精神 我喜欢 是不是 团队 我觉得 我觉得是一种成就 就是一群人去请 一群人去完成一件事情 对对 我觉得是非常幸福 其实它不是一个人 在它家里有五只猫 四只狗 对对对 现在九只了 本来是八只 现在九只 有一个还这么小 之前这么小 现在现在这样子 还在长大 你在搬家 你的猫肯跟你走吗 肯啊 它必须跟我走啊 猫都有的时候会跟房子 它要习惯一下 它要习惯一下 它要习惯一下是吧 对 要习惯一下 很厉害耶 五只猫 四只狗 都认你吗 当然 当然认我啊 不然认谁 不是因为你常不在家 没有啊 你只要有时间 我有时间就是陪他们 而且我们睡觉都是睡在一起 所以 五只猫 四只狗睡在一起 睡在一起 怎么了 我偶然 我还 偶然会吐毛 跟猫一样 好了 现在我了解了 好 其实将来要跟肖金城 一起生活的人 其实你可能有 吐毛的能力 才能够五只猫 四只狗 一起生活 对对 今天其实请肖金城来 我还是想了一下 如果肖金城来 我可能就可以看到他 因为他呢 自从他结婚以后 我们就看不到他了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 他会是你的好朋友 因为我都从报上看到 然后他的女儿又是你的干女儿 对 现在就不能讲好朋友了 因为我们的关系 已经超乎了朋友 家人了 对不对 所以我每次都看 我就说 你做干爹的这个标准 是在看妈妈要多漂亮吗 不 是妈妈在选干爹的过程 他是选干爹有多帅 真的吗 真的 真的 这个我要问问他本人了 是是 好不容易 今天我们就请到 特别从上海回来的 林希霖 嗨 这么漂亮的妈妈 多久不见了 太长了十年了吧 男子十年了 他最后上我的节目 什么节目 我的天哪 十几年吧 对啊 还是少女的时候 男的时候 我们 现在还是辣妈 少女 少女辣妈 少女辣妈 辣婆 辣妈 好 小敬腾说 刚刚我说你选干女儿 是选干女儿的妈要多漂亮 他说不是 是你选你女儿干女儿的干爹要很帅 要多帅 也对啦 而且要有抵抗 要有抵抗 来 大家都搞不清楚 为什么 林希雷会跟你这么熟 这个 其实她已经嫁到上海去了 对 那你是什么时候 来 我坐下来聊好不好 她已经把你的位置 站住 你 你很皮 你坐地上 你让林希雷坐哪里 好 好 你们是怎么认识 怎么认识的 当然你 一开始是认识Summer 对不对 对 我跟Summer很熟 然后当初就是 我不是跟我先生有一个品牌 然后我请 那时候她当红 现在还是很红 然后 所以当时 你结婚了几年 六年了 六年了 其实那个时候 你先生跟你是有个品牌 想找她代言 就是请她拍 也不是代言 就是拍一个专题 然后那时候 我就想应该请谁拍呢 我跟Summer很熟 然后就想说 有点不好意思 就是 你不要做那个model的样子 因为老实讲 不是 不是好朋友 不会找这么瘦小的人 那个时候 你大概也只有五十几公斤 对 五十几 对不对 你们家是做同装吗 可是她们的衣服都 不是她们衣服 版型都很小的 不是版型 就是她是 那种 很fit的衣服 就是蛮适合她的 很帅的那种 是啊 然后那时候就 我就跟Summer说 看你们公司有谁 我也不好意思说她 就是可以帮我们拍 然后她就说她可以 她其实心里就是想成功 她们说我公司就一个 好 所以 到她 你请她来做 对 就是拍完之后 到我们家去看小孩 你已经生了 那时候生了 刚生完可能两个月 那就是 拍完去家里吗 对啊 你都忘了 小静晨 你有失忆症吗 但是你第一次看到欣欣 对不对 对 然后那时候 欣欣那时候可能两个月吧 她们就是勾着手 就是莫名其妙 因为欣欣那么小 她不会主动去勾 就勾着手勾了好久 然后我先生就觉得 她们很有缘分 之后就跟我说 要不要就是请她 不是吧 她一直说好像不是 不是吧 好 你等一下 等一下 没有 那是之后 那是 来 我坐在当中 对 我看一下 等一下 你讲你记得 反而那比不重要 你讲你记得了... 你今天也是哥娃偶像 老肖自爆 心跳加速 其实那个水平很红 所以你结婚的时候 大家都有点吓一跳 说不定 如果我再等五年 我就不会嫁给她了 会不会就嫁给... 谁 谁 你心上跳 听说我曾经是你的偶像 看她说你心上不愿望 好